北美 歐洲 日本 東協和紐澳 我要恭喜各位同學 錄取今年的僑委會的海外搭橋計畫 放暑假以後 大家就要飛往世界各地 體驗僑務工作和海外僑民的生活 我們今年所擴大舉辦的海外搭橋計畫 就是希望鼓勵更多年輕的同學 人認識 尊富在北美 歐洲 日本 東協和紐澳的臺灣 把臺灣最新的發展情況帶給海外的鄉親 也能夠把他們的故事帶回來 出國之後 各位同學就是臺灣青年外交代表 所以我要交付給各位兩個任務 第一 請各位同學透過臉書 或者你們更常用的Instagram 也就是IG 把海外僑界的訊息 僑民們的故事或者想法 分享給在臺灣的親友 不論是正面的故事 還是政府推動橋務 跟外交工作上還需要再改善的地方 都可以盡量提出來 只要標註橋委會提供的 這個叫做Hashtag 我也可以看得到 可以跟各位分享 第二 我也要請大家多結交朋友 遇到海外鄉親或外國朋友的時候 多介紹臺灣的歷史跟文化 分享屬於臺灣的獨特觀點 每一次面對面的交流 都是國民外交重要的一步 我相信這些都是為臺灣發生的經驗 還有結交到的朋友 都會是各位一輩子的養分 在未來的每個時刻 可以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 所以我在各位年輕的同學的眼神裡 看到的熱情 也有一定程度的勇氣 那祝福在這次的旅程裡 大家旅途順利 擁有一個收穫滿滿的夏天 謝謝